二战期间的日本为何不集中力量进攻中国,却却招惹强大美国。 在二战时期,日本在进攻中国的同时,也对美国发动寥寥战争,在1941年,日本海军大将、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武时,因曾留学美国深知美国先进科技文明,是当时至日本无法比拟的。 但是因日本内阁官僚的一致同意,作为军人的天职,就是服从命令且中军的思想,山本作出决定偷袭珍珠港。 归根结底,日本作出这个行动,主要是东南亚殖民地分配利益问题,使日本大本营作出了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有胜力量的错误决定。 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说这次行动成功,但也为日本树立了一个大敌,美国,那么为什么日本要去招惹美国呢,而不是集中全力进攻东亚各国?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 首先,日本自身战略的因素,日军想要进军南太平洋,并获取其中石油等等资源。 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是很大的一个威胁,日军很怕美军随时干预,所以先行动手发动珍珠港事件,目的就是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,为夺取太平洋制海权扫清一个障碍。 深珠港地图其次,日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,当时日军进攻中国,印度都是如破竹,占据绝对优势,日军大本营自我相信,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攻陷中国和东南亚各国,同时德国陕纪战攻下法国,波兰,英国危在旦夕,苏联也在各战场节节败退,北非战场德义联军也占据主动。 日军觉得德国攻下欧洲大陆只是时间问题,法西斯统治世界的唯一对手,只有美国,所以有狂妄的情绪,贸然发动对美战争,实际上不到一年以后,日军本部就发现了兵力不足,中国战线过场等等问题,德国久攻英国不下,苏联战场也有僵持下来的趋势,但已经没法收手了。 二战时期的中国战场事后证明,日本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,确切地说太低估美国的战争潜力了,在二战以前美国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,但是其军备很一般,甚至没有大规模的正规军,谁也不清楚他真正的实力。 但是日本偷袭珍珠港,极大的触动了美国,他把这头狮子同行了。